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在风 运动和不运动的差距比人和狗都大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能想到女孩最好的样子 大概就是那个谈过47次恋爱 36次结婚的陈奕涵 虽然恋爱这点争议颇多 甚至最近又因为一组怀孕照 惹起了新一轮争议 在曝光的照片中 她挺着五个月孕度正在奔跑 全程5.55公里 配速644 用时37分25秒 这个速度对于怀孕的她着实不慢 有人反对 这样太危险了吧 对宝宝太不负责了 有人支持 其实按照她的运动基础 完全没问题的 关键是怀孕还能这么元气满满 充满少女感 真的好羡慕啊 听到这个新闻时 我第一反应是既吃惊又佩服 让人根本看不出 这是一个怀孕了五个多月的 36岁女子 不禁疑问 孕妇真的可以做这么激烈的运动吗 但陈一涵说 自己跟医生咨询过 只要孕妇本身没有不适应状 又有一定的运动基础 基本上这些运动都可以做的 所以怀孕期间 她丝毫没有松懈自己 像往常一样 不止跑步 还登山 骑车 当然每个人身体体质不同 若同为孕妇的粉丝 切不可随意模仿而强迫自己 进行激烈的运动 需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医生嘱咐 来适量运动 照片里的她总是大咧咧地笑着 状态超年轻 充满了对运动 对生活的热情 确实 元气少女陈一涵 热爱运动这点 在圈内十分有名 晨跑随随便便就是12.8公里 去年 她用挑战全马的方式 庆祝35岁生日 她说过 为之跑步 是因为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确定 我可以做好的事 沉醉在数字的增加中 很单纯 很纯粹 更无怪乎有人说 这个36岁的少女 越活越年轻 她卸下运动装备 擦干汗 换上一些新装时 完全没有运气的松弛感和慵懒感 反而会让你觉得 岁月静好 青春年少 再看看我身边那些同龄人 多少人 连爬个楼梯都觉得吃力 更别说爬山了 又有多少人 早就满身坠肉 满脸松弛 更别说保养了 不禁感慨 运动和不运动的人 差距真的太大了 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 在知乎上有人提问 如何在短时间内 变得又瘦又美又有钱 高赞回答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运动 网上有个非常火的正面例子 这个叫Sunny的18岁女孩 曾经很苗条 但后来因为受打击 整个人开始变得消极堕落 五年里 她几乎没运动过 体重也在逐渐上涨 曾经漂亮的衣服 已经穿不下了 甚至因为身材走形 常常遭人嘲笑 整个人越来越没有自信 直到23岁那年 她决定再也不能这样活着了 于是买了一双运动鞋 一套运动装 便开始了她的逆袭之路 一开始 真的非常胆 还没跑几步 就气喘吁吁 感觉坚持不下去 到了第二周 她反而觉得更难了 一是体重上没有多大变化 二是精神上很疲倦 一度动摇 甚至怀疑自己 可能不适合运动 于是第三周 第四周 直至第二十周时 她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跑步过程中 毫无吃力难耐 反而精神抖擞 能量十足 确实 她真的破浅成蝶了 按她自己的话来说 我现在不仅身材变好了 皮肤也变年轻了 朋友说我的气质 也变得迷人了 运动教会了我 如何去爱自己 正无疑是人生中 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你看 根本就没有 不适合运动的人 只有不愿意改变 并坚持的人 更何况 对于坚持运动的姑娘 她们不用拼命 结实求瘦身 而是敢于摄入 蛋白质和卡路里 体重过百 却也紧致结实 她们不用苛求 雪白肌肤 而是大大方方 晒成小麦色 黑里透红 却也光彩照人 她们五官 哪怕没有那么标致 但运动 自会为她们 带来一股张力 热情与灵动 所以说 运动真是最省钱 也最有效的化妆品 我有个好朋友 曾经因为失恋 成天借酒消愁 班也不上 电话也不回 整个人跟废掉了一样 后来我死尽 把她从床上 拽下去晨跑 一开始她受不了 没跑几米 就晕在了地上 我说那就回去吧 结果她反而来了劲 说她可以的 歇会儿再跑 不知是不是因为 那次跑完后 带来的畅快 往后三个月 她风雨不改 每天七点起床 围着小区 跑半个小时 如今的她 慢慢恢复了状态 自信开朗了许多 她说 那种大口喘气 专注脚下的感觉 让我反而 没有那么难受 也没那么想她 让我觉得 活着很充实 很美好 想起陈一涵说过 运动 就是解决烦恼 拥抱生活的良药 没有什么事情 用一次运动 解决不了 如果有 那就再运动一次 所以即使在外工作 陈一涵 每天早上 依然坚持晨跑 一跑 就是十几公里 没有一天投篮 是啊 当你把时间 花在提升自己上时 你会发现 自己自动远离了 一切浮躁和矫情 因为那些生活充实的人 绝不会把时间 花在无用的情绪上 有人问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 哪挤得出时间去运动呢 每天下班回来都累死了 我喜欢这个回答 人生是你自己的 时间也是你自己的 不要说没时间 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人都是有时间的 归根结底 你就是懒 所以很多人 一边熬着最久的夜 一边敷着最贵的面膜 嘴上说着养生 身体却在轻生 但你忘了 人这辈子 命最重要 健康最值钱 所谓的天资聪慧 到头来 拼得还不是体力 门心自问 这一生 你有没有为自己 认真坚持过一次 为自己的生命 燃烧过一次 如果没有 不要紧 种一棵树 最好的时间 是十年前 其次 是现在 而你今天的日积月累 早晚会成为别人的 望尘莫及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说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